一个脚引正在背后移动 那手里还拿着把带血的剃刀 杨富还来不及回头 楼道里的大东 文神立马跑向楼顶 冲进顶楼 他却发现 杨富一只手射伤 另一只手却对着嫌犯W 放下凶器 好好自首 嫌犯老实地转过身去 为什么要来破坏我的游戏 游戏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玩吗 嫌犯一把扯下围来 转身一看居然是大东 你出来啊 他转身就准备跳下楼去 却被一把喊住 我很想要了解 面具里的那些眼睛 天佑混沌 才可以创造出 一颗跳舞的星球 如果你死了 就再也找不到那颗星球 W刚想要说什么 杨富立马补刀 想想看 从小把你养育到大的父母 你要是死 他们会有多难过 嫌犯W似乎突然想到什么 他看到了小时候一幕幕 脑袋疼痛无比 大东焦急地望着他 突然他张开双手 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你们都是我 等而 直接跳下了大楼 嫌犯W摔成重伤 被送进了警局医院 这时执行长墨雪松 却要求转任 原来这个W真名叫陆琪 是陆振生医院创办人的独生子 母亲在05年自杀身亡 父亲陆振生也在同一年病死 现任医院的执行长墨雪松 当时就是陆振生的左右手 他也正是当时在监狱里 被钢笔所杀害的 性侵犯墨雅燕的亲生父亲 陆琪的父母死掉以后 墨雪松收养了陆琪 并接管了整个医院 他面对媒体坦然说道 陆琪是不是罪犯 交给司法定夺 但他手无寸铁 却意外从高处坠落 我一定会追根究竟 墨执行长竟然这般冷酷 杨复直接带队去登门拜访 原来他已早有说辞 陆琪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医生说他欢迎 解离性身份疾患DID 好一个搅滑的老狐狸 三言两语就打发了杨复老谭 然而他却仍不罢休 而另一边 大东却一把控告 西亚分局行政队长廖振雄 涉嫌伪造证据 与滥用职权等罪名 原来 11年前的盛美广场 大东的女友正在给他拍照 突然 一声枪响 依然中枪倒地 枪声不断 人们慌作一团 大东拉着女友在人群中穿梭 好不容易躲到一处角落 却看到一倒地不起的女人身边 一个小孩在不停哭泣 他们立马冲上前去 大东一把抱走了小孩 女友却留下来想救助射伤的女人 而就在这时 大东亲眼看到女友中枪 他立马跑上前去紧紧地抱住女友 但女友还是隐秘呜呼 大东找季老师一起帮忙分析 盛美广场对面一个仓库最为可疑 凶手要进行大规模的计划 一定会提前勘查 如果我是枪手 我会选择在这里埋伏部署 而走进仓库他们发现 一个黑衣男子说他 经常三天两头地来此涂鸦画画 其他人什么也没看见 可是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 这墙壁上涂鸦的图案 不就是一连串性侵杀人案凶手的logger吗 不料当时分款此处的廖正雄 却很快破案 他们认定的凶手 是一个从小淘家居无尽索 多色非法剧赌 围毆盗窃的家伙 而且很巧 凶手就在距离广场不远处自杀身亡 大东知道那人根本不是真正的凶手 那是廖正雄找的替罪羊 但无奈 死无罪证 变无可辩 一气之下 他摘下了警官阵 夺眉而出 他想起了当初在监狱的 一二五六前志阳 前志阳明显也是给某一个人 顶替性侵杀人案入狱 而且有人承诺他 不久就会把他捞出来 让他和妻子过上好日子 监狱里也会有人不停地给予照顾 他也想起了当初 自己在刚进入方可县的房间 就立马被及时赶来的廖正雄 刚好跌个正着 而且在廖正雄审讯他的期间 拿出的第二份验伤报告 上面的DNA等各项数据显示 居然跟大东的一模一样 看着廖正雄那诡异的眼神 大东顿时就有所猜疑 而这次大东好不容易出狱 他立马找到了检测室的小姐姐 帮他调查 果然 当年的第一份验伤报告 据说是家属很难接受 廖正雄立马安排了去陆正雄医院 再重新检验了一遍 这个廖正雄99.99%肯定有问题 女记者小琪戴上小花帽 勉强憋出一脸笑容 假装大学生来采访工地的工头 工头连忙摇头 小琪再次露出甜蜜的微笑 可是 他依然被一把推了出来 原来这里是陆正雄医院的新园区 一大早就吃了个闭门羹 小琪人不甘心 他望着马路边的小摊铺 静止跑了过来 这个大妈在此卖了五六年的水 一个红色信封立马打听到了 这里经常有些外劳移工 被带去陆正雄医院 但他们一个个并没有生病 为了再次确认清楚 小琪和小飞再次通过信封 找到了移工们的工地宿舍 经过现场的交谈打听 和他们看到的一切表明 这些移工表面上是来工地做工 其实是非法卖胜移植器官 果然总有一些高端客人 直接找到执行长家里 我的孩子身体做的状况 我听说你们医院有管道 不管多少钱 我都没有问题的 别急 我会想外发的 可小琪不断地去工地调查移工线索 让东霖市移工会长很是担忧 他直接找到执行会长墨雪松 我是怕再查下去啊 到时候受伤的可是医院 跟执行长的名誉 可是墨执行长显得毫不在意 他冷静地说到 陆正深医院是一家好医院 但偶尔也会有一些私下干非法勾当的坏医生 身为执行长的他 只要把这些坏医生开除就行了 但虽然马上就会知道 东霖一共会长 东霖是大慈善家 就是提供非法器官来源的祸首 唐会长立马道歉 然后灰溜溜地被请走了 另一边大东来到深北广场泄花 但是小飞与他擦身而过 原来小飞就是当年的那个小孩 他爸爸就是如今的局长 当年深美爱发的那天 他和妈妈正在广场观看表演 突然枪声响起 人们四散而逃 荒乱中 妈妈叫小飞先跑不要管他 可是刚一分开 一枪击中小飞妈妈 这样看来大东当年 还是小飞的救命安人 大东的女友 小飞的妈妈 都是死于当年那个狙击手下 而廖振雄当时却草草结案 这会不会是有人幕后指使 回想陆琪每次作案 都显得特别从容 他好像知道会有人替他善后 而沐雪松又是陆琪的监护人 最近小飞他们调查的器官移植案 又跟陆振生医院有关 看来这一切都离不开这个人 他就是现如今的医院执行长 沐雪松